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我们把这个放在上面 连着外轮廓划一圈 画终点的垂直线 做垂直线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舌尺这个工具 这个尺子画曲线比较方便 我们先量取它一半 A B 的长度 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弧度来制作口径的话 它的包体是比较扁 而且没有立体感 就不会鼓起来 所以我们要把它取它这个长度 改变它的扩形 我们还是把零刻度对准中线 适当地调整它的曲线度 然后之后我们把它转换成平缓的线 然后之后我们把它转换成平缓的线 这一根线是等于这一根线 也就是A B 等于 B C 再看一下我们需要做多长 如果我们是做10厘米的话 我们就把这里定成10厘米 做一个垂直线 再做C一点的垂直线 再画一个抓角 一点 一点 D1等于EF 铺棉的话我们直接就这样子剪一个下来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里部跟面部的话 我们还需要加一下缝分 加个一厘米的缝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一边对称 这一边对称过来剪开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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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采剪完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刚刚我们没有留缝缝的时候可以保留一份 到时候我们是把泡面放在面部上面 就是要暂停起来的 所以可能刚好主持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